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泰通年频道 大家好 今天德哥又上来我们的节目了 走过路过 上次有谁说留言留得好 有一个, 他留一个正气清驱 你联络他, 他说高东来有信心部署在四班出击 说得挺好 他说这一场四班水准不高, 正气清驱, 强配报民 摆明居马出击 是很好的, 说得 有留意高东来马房 他说季初稍微落效, 季次追数 马房希望有今季会赢到50场 昨天赢了练马师王 说中了些东西 核心那些东西都说中了 该请他喝咖啡 你联络他 那你联络我, 留言给我吧 或者是私人找我都可以的 我Facebook也有, YouTube也有 你可以留言给我 给你的Payme 或者支付宝 总之这些可以给到钱的 那你联络我吧 我给300元请你喝咖啡 说起来说, 还有一位网民都很厉害 我那个我也有看 我不知道是彭先生还是彭 他留言说很大机会入三甲 这个真是很厉害 那些正气清驱 谁人都知道 十场, 九场都在 1200又准, 大热满, 39元 win 他说准确, 49个半Pay 他留完之后 我看, 我都看不到 为什么会给这一甲 但是他又给到 即是别人高过你 很明显 你真是很厉害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民间真的很多高手 高手在民间 他说, 你有什么那么厉害 你整个街都是39元 我个Pay 人家的Pay都49个半 跑到3 真是厉害 不过就是这样 如果真的有冒犯这位 我们无意贬低你的 即是冒犯他 在那里说一声对不起 不好意思 如果冒犯到你 其实就不是的 那300元 其实是 如果哪个高手 指点一下学一下东西 大哥 让别人喝杯咖啡 小小心意 其实就无意冒犯你的 如果真的语言上 或者是冒犯到这位彭先生 或者阿彭呢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要说一声对不起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你49个半Pay 你那这么容易 大哥 不是容易的 真的真的 这些 近段时间 人们就问我 你会不会看市集 我以前就会看市集 就是找那些码出来的 嗯 现在呢 都会看 不过就找市集那些码来赌 就要看一个赔率 嗯 即是现在呢 那些YouTuber呢 和那些平马人呢 是 即是有一个平马人叫积奇 是 他看那些市集 那个好东西 他其中一个看市集 很厉害的人 还要看那些码的状态 他都会看的 是 他是其中一个 看市集 看得很厉害的 嗯 嗯 那他当然有很多粉丝啦 有些YouTuber 也会提供一些市集 很漂亮的那些码 嗯 变成了他们很推荐那些 像金字塔那样呢 廣派流传开去 嗯 变成了呢 市集的那些码呢 会很热 即是好像近段时间 那天天天行 天天行落那样 都会 2.6倍 嗯 就是那些岳哥就投跑 那些市集都会赢很远 嗯 即是那些YouTuber 或者那些平马家 他提供 或者推荐给那些网民 或者那些粉丝 一知道了之后 变了热 他们又会去看看 他们都会认识的 看一看 真的行 就变成像金字塔那样 很多人追着 那就变成 即是投注价值低 不过很热 就变成了两倍 大部分 是 那都是赢的 即是比我现在就看 都会看的 但就不会说 陪了太过热 太过焚味 始终都是试杂 是 有时它的马下到长 不是这样跑的 可能有些怕 有些马真的试过 只是试杂 好跑 不是这样的 这个星期六 其实挺惡搞的 嗯 暂时我都没看到 有什么特别 可以投注的 因为都不是 整个季里面 不是长长到的 七十场 松一点的一年 是啊 是啊 即是 即是赢钱 没有输才可以最好 就是没有输啊 如果硬要拿出来 给别人 那就不要了 那就不要了 没有就不提供了 是的 现在我告诉你 你这个频道呢 除了赛马呢 你还有去泰国介绍一下 有啊 很多啊 就是去玩 听说你现在回来香港 都会去一下香港啊 食肆啊 或者 拍一下有没有东西吃啊 有没有特别啊 或者网民有没有提供 有点特色的东西 介绍他去拍一下拍一下 可以拍一下 其实现在大湾区也很多 我看到很多 我看到很多人拍 很漂亮的很多地方 是啊 按摩啊 食肆啊 食肆啊 休闲啊 玩啊 滑雪啊 很多那些 我也想去那边 即不想啊 大湾区拍一下 都很漂亮的地方 那就给多少人拍 他是这个网台台 台处理 他的其实是 我是路过的那些闲人来的 那就不是啊 不要这么说 那就看一下他吧 将来看有什么 可以提供一下 大家有什么提供 跑一下马也行 漂亮的地方 其他一些 烧闻啊 娱乐啊 饮食啊 都拍一下多元化的 阿面啊 什么啊 讲个故事给你听 什么故事啊 就是原来 世界上 真的有些人是这么好的 什么啊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有关于什么 马房的 马房的 真的有些这样的好人 如果我在电话里面 这个人真的数一数二的好人 马房好人 等一下 阿威哥 是很好的人 威哥 嗯 甚至乎有时是找都找不到的 哈哈哈 就是 电话又不听 去宿舍拍门都找不到他 是的 实际上 不知道去哪里 是多次的 嗯 终于有一次 没办法了 他再这样 就要 去写字楼 那时候 哪个副链啊 阿石哥 锤鱼石 锤鱼石 没办法啦 阿石哥 都很多次了 要上写字楼投诉他 嗯 收粗的时候 就看到阿威哥 满头大汗 嗯 很焦急地走回来 他说 阿达 阿石哥在哪里 阿石哥 他写着楼投诉的那个 那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 他说 没有带电话打他 找不到 你趕快去找阿石哥 截住他 不要拍他 我说 为什么 他说你快去才行 我踩了单车 截住了阿石哥 是的 那原来阿威哥 他说在那个 联马斯的风火台 看神操那里 他说 原来这个年轻人 他在之前的几个马房 都是这样的 就是都是 都是被人投诉过几次的 失踪的 就是如果再投诉 再有投诉 他说是会炒鱿鱼的 阿威哥 就是很焦急的 他说 那个小孩这么年轻 就是这么年轻 你炒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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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到他回来,下午我跟他聊聊天 即是教导一下他 跟他聊完之后 也没有办法,就叫他转去第二个马房 跟他聊了都成... 我不知道他跟他聊什么,他们两个聊 起码不会在威哥的马房里 然后那个年轻人转去第二个马房 几个月后没做 我不知道他是炒鱿鱿鱼,还是他自己不做 所以这个世界有点感觉,好人 真的很好人 他真的很担心,很焦急地说 他说这个小孩如果被人炒鱿鱿 那么年轻,他会做什么呢? 真的出名好人,威哥 威哥真是好笑,威哥很好人 也有几个华人连马斯都很好 真的很好人,威哥真是超级好 特别在塔顶上 威哥最近好像嫁了女儿 当然开心,祝福他 又有机会冲冠军 又冲冠军,又有金仓六十 对,逮他有些好东西 人好啊,人好啊 今天就差不多了 下次有没有提示,或者喝咖啡 请人喝咖啡 好,当然好啊 下次又想不想来 有空啊,我也要给你面子 给什么面子啊,大家的师兄底 好了,今集先说到这里 记住follow我们的youtube 还有继续留言 或者有什么分享给我们 有什么教导我们 好了,今集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